哇塞 要发洪水的节奏了 广西这边下了好几天大雨啊 这里房景不错啊 哈喽 大家好啊 我是小冬 今天要来工地干活了 安装一台油烟机 还有一个燃气罩 今天干了两单 干完这单就收工了 没想到他橱柜还没有安装好啊 那个业主就叫我来安装那个油烟机还有燃气罩 怎么装 装不了啊 要叫业主过来商量一下怎么搞 占的高 看的圆啊 哇 这个阳台还是蛮宽的 我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啊 很多业主喜欢把这个阳台用玻璃封起来啊 这样真的好吗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封阳台用来透气的嘛 看风景 这套房子还是蛮宽的 啊 你的厨房子还是蛮宽的 啊 你的厨房子还是蛮宽的 啊 这有做什么都会拧着呢 啊 那 这么多 啊 好的啊 小工 要做好那个灶台 橱柜 再装那个阳气 阳气罩要不你怎么装啊 装不了吗 是啊 要不然那个位置也不知道定在哪 是啊 这些瓷砖每次也没有做 所以有些业主他 他也不知道 我建议他 把这些床部搞好 最后面一步再装那个阳气罩 然后再挂个油烟机上去做好这个排烟系统 就可以煮饭了 对 这样子尺寸掌握得比较好 是啊 走了 出去 哎呦 这个小区环境 小兰很喜欢啊 他说像公园一样 很凉爽感觉 是啊 很凉快 城市有城市的好啊 各方面比较干净卫生 农村的都是牛粪 小兰 感觉他越来越喜欢 城市里面的套间啊 说实话 套间虽然小 没有农村的房子大 但是装修起来也很精致 生活也很便利 说实话 看得出老婆喜欢啊 我都想 就是说 我都 都有买房的冲动啊 就是说 想存钱 买房啊 就是说 不是做房奴啊 存购钱 一次性给完 这让小兰肯定很开心 现在去菜市场买菜 做晚饭 要吃早一点了 老爸还在医院躺平了 要拿去给他吃 逛了这么久了 想好 煮什么没有 不知道吃什么啊 老婆吃什么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喂喂喂 有了有了 干嘛 我不吃这个了 正宗台湾荷叶首席 试一下 正不正宗 哇 大湾鸟 你该怎么买啊 你该怎么买 牙壁 牙壁 荷叶包鸡 撑一下 刚回到出租房 要热一下 不热一下太平冷了 吃了 拉肚子就不好了 这只鸡一斤多 差不多两斤 估计吃不完 不过有冰箱 好大哨音啊 好大哨音啊 每次都是我一回来就唱 吃完饭了 各位兄弟姐妹 来老婆一起试一下这个台湾和叶鸡 闻起来挺香的 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 你把那个窗关的干嘛 闷死了 刚才不知道随法豪唱的歌太好听了 高如鸡 鸡皮就大都起来了 味道还是可以的啊 可以很香 吃个小腿 我吃个鸡爪 咸香味 还蛮硬的 没什么用 估计明天还有一餐吃吗 吃不完 上去挺香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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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天气吃了一餐饭的厨师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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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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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